大家好,我现在有两部手机 一部是iPhone 5s,一部是我也不知道还叫什么手机 也许是iPhone 6吧,Mate 大家肯定会很好奇 也许我手上拿的这部手机可能是一部山寨的安卓手机 大家看一下 山寨的安卓手机有Touch ID吗? 可以指纹解锁吗?肯定不行,我可以再给大家看一遍 解锁速度我个人感觉是要比iPhone 5s要快的 拿到这部手机,我首先跟大家讲一下我的第一个感受 第一感受是这部手机非常的轻,它超过很像 因为之前网上有很多的传闻说 这部也许是iPhone 6的手机,它是全金属的 那么我们在想,它比iPhone 5s大那么多,它肯定要比iPhone 5s重 但实际上来说,我到时候感觉大比iPhone 5s轻很多 这是第一感觉,第二感觉是让我感觉就是比较好的是它的屏占比处理的非常好 因为大家现在知道就手机的屏幕越来越大 那机身肯定会越来越大 但是苹果它做到了 它在把屏幕做大的事,前提下把机身做小 所以单手操作依然像5s那样的舒服 那第三点感受到的是它的屏幕 它的屏幕的旁边是有弧度的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有弧度的 iPhone 5s是没有弧度的,只是棱角 那像这种圆润的手感让我更加想起了 当年三星火爆一时的9300 如果我分析的没错的话 它应该是用了2.5D的玻璃面 那么像这种玻璃面的话 单手操作非常的舒服 不过对于国人来说的话 可能不推荐大家再贴什么玻璃膜,钢化玻璃膜之类的 这是非常不推荐的 机身背面的话 它就是继续延迟了iPhone 5s过来的 流传下来的三段式设计 三段式设计 然后背面的话有一个特写 它的摄像头 大家可以看到5s摄像头 是跟机身属于一体状态的 但这一部iPhone的话 它的摄像头是外凸的 是外凸的 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这个不是很美观 但我个人感觉的话 如果这个摄像头可以在像素上 提升很多的话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流畅程度上来说 暂时性因为没有跑什么软件 所以我感觉的话和iPhone 5s的话 是差很多 但是按照苹果每年的发布来说的话 它的处理器和内存的话肯定会有所提升 具体参数的话得到9月9号之后 苹果发布之后 我们才能知道 那我可以给大家打开它的摄像头 大家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它的滤镜 这是它的滤镜 对焦速度非常的快 非常非常的快 超过我们想象的 其他方面来说的话 因为暂时我们是手上也没有什么 合适的手机卡可以插入 所以我们就没办法尝试它的电话功能了 我可以给大家再试一下它的照片 给大家看一下它的照片 这在晚上拍的照片还是非常的小 暂时的评测就做这么多了 希望大家能够从我的视频道中 了解到一些新的信息 就这样吧 谢谢大家 哈哈哈哈 好 6的话我感觉的话 就是你看 自己可以满意明显的感觉到的 但这个要看样张的 手机放纸了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从界面开始吧 从界面开始 然后取ID的功能 OK好 然后这是短信的功能 这是短信 这是短信的功能 这是它的日历 现在因为 我看一下它的手机版本 手机版本的话 然后这是照片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细节 也就是说 对指纹的还原也是很好的 这是它的细节处理 照样功能也是很精神的 然后我们拍了一包南京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南京 这包南京的小谷 但是因为我们手上 没有准确的数据 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场合 到底是多少互乱像素的 不知道 这是它的共享 这是它的相对 具体上来说和iPhoneOS 操作习惯还是一样的 这是它的天气 学校 时钟 故事 是这样子的 然后我现在因为出了一个健康 健康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健康 我估计是可能要配合苹果新出的iWatch 然后新出的这个App 然后PASSMOOK是 还有FACE TIME 我们因为现在还没有更新出的iPhone ID 所以就不知道了 这是它的电话界面 邮件的界面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新出什么附加程序 还是跟原来一样的指南针提示 语音备忘录以及通讯录 相信在当然现在有个语音备忘录的话 相信新一代的iPhone的话 它的那个财身系统的话 肯定会做过优化 那肯定会比我这样更加好 差不多暂时就是这些功能 谢谢大家